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基督 礼拜五,我们来看几个笑话 陪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末 OK,No Bullshit,直接开始 标题是说的 开头我觉得就铺成了一个 不错的背景 cowboy,牛仔,rolled into town 反正就骑马骑进了这个城里 and stopped at a saloon 这个saloon就是 不要把它跟salon搞错 这个salon是比较近代的字 今天金子金子还是看得到 就沙龙之类的 所以美法的或什么的salon 那后面这个saloon 就是一个酒吧 多半是旧时代的西部牛仔那种酒吧 我们叫它saloon so he stopped at a saloon for a drink 没问题 很不幸的是 unfortunately the locals always had a habit of picking on strangers 当地人啊 就是有个习惯会 就是找陌生人的麻烦 所以pick on somebody 不是pick up pick up你知道有捡起来 或者是去接送 你去接你的女儿下学之类的 you pick up your daughter after school pick up也还有搭讪的意思 但这里都不是 这里是pick on somebody 所以你可以说 啊我小时候身高不太高 所以总是被比较高大的孩子 挑来欺负 so I always get I always got picked on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所以pick on没问题 所以他们有一个habit of picking on strangers 而他的确就是 which he was he was a stranger 好我们再看下去 第一段先看完 我们就边看边讲 甚至我又读完了一次 你已经看懂了 我重新讲 你会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喝完酒之后 when he finished his drink he found that his horse had been stolen 文法写得非常正确 他整个故事是用过去式来说 因为你看他 我们看标题的动词 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然后stopped也是一样 过去式 但local喜欢挑 就是找莫生的麻烦 had a habit 过去式 which he was 过去式 喝完了酒 finished 过去式 但是就在喝完酒 的那个之前的时间 虽然也是过去式 可是就是比喝完酒还更早 所以他为了做这个区别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 不知道真的已经讲了几次了 真的是几次 N次了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很厌倦 我在讲这些的话 你大概快从我这里毕业了 你可以开始去看全英文的东西 你这边你已经够熟了 但要是你对这个还不够熟的话 stick with me 因为我们几乎 我们常常讲这个东西 所以过去式跟过去完成式的分别 就是过去完成式 是比过去式的时间还更早 他为了做出时间的区别 因此把比较早的那件事情 用过去完成式来陈述 所以当他喝完了酒之后 喝酒可能是 你知道他这个故事整个发生在以前 他讲的可能是一个 以前西部牛仔的故事 所以finished his drink 大概更早的时候 马就被偷了 he found 他发现到 而发现的时间 跟喝完酒的时间一样 发现到 马被偷是更早的 his horse had been stolen 除了过去完成式之外 还有被动的 因为马是被偷的 OK 他就回到酒吧里 回到酒吧还是用简单的过去式 因为马被偷同样的事 总之是一个坐区隔更早的时间 回到酒吧里之后 他就很顺手的 这个handily就是很顺手的 OK 很方便的顺手的 flip his gun into the air 就fum一下把枪往上丢 然后嘘嘘嘘转转转 然后在他的头上 above his head 他就接到那把枪 而且他这个动作还连看都没看 所以枪往上甩 看了没看就接住 he caught the gun above his head without even looking 然后他就直接往天花板 咻射了一枪 fired a shot into the ceiling 你会不会怕 Which one of you sidewinders stole my horse 你们当中是哪个家伙 偷了我的马 Which one of you 这个sidewinders是很少 现实中文中听到人家这样骂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模拟 当时西部牛仔那种的语言吧 或许那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说人 那这个sidewinders 我找了一下下 他有响尾蛇的意思 因为有人响尾蛇 他在走的时候是横着走的 就走一个s型 蛇在爬 那那个爬就是会让你觉得好像是在侧走 因为蛇不是直直往前走 他在爬的时候是侧的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没有让你懂这个东西 好anyway 那他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a person untrustworthy and dangerous 所以总之 他就用这个词来说他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当中哪一个 Which one of you sidewinders stole my horse he yelled with surprising forcefulness 他就叫着 而且他叫的这句话讲得蛮有力道的 很令人惊讶的一个forcefulness No one answered 没人回答他 All right I'm going to have another beer And if my horse and back outside by the time I finish I'm going to do what I've done in Texas 先这句 All right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要再喝一杯啤酒 好 我就再喝一杯 I'm going to have another beer 所以这个beer可以是one, two, three的 I have a beer, two beers, three beers OK的 I'm going to have another beer 那我的如果喝完的时候 马还没回来 对 他这很口语的英文 所以这里不是 If my horse isn't back is not back 他用了一个很口语的方式 变成了ain't 所以这是一个be动词加否定 对 我不是个傻瓜 你不要骗我 I ain't a fool and a fool 所以不是am not 他变成了ain't 这样子 好 这个大概OK啦 总之就是be动词加否定 你就看守就对 If my horse ain't back outside by the time I finish 要是我喝完的时候 马还没回来 I'm going to do what I've done in Texas 我就要做 我在德州做的事情 这个what I've done 就是what I had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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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口音的关系 done done OK I'm going to do what I've done in Texas OK what I had done in Texas 所以这个done OK And I don't like to have to do what I've done in Texas 而我可不喜欢我在德州做过的事 哦 那谁知道他德州做了什么事呢 所以大家有点吓到 Some of the locals shifted restlessly 这个restless 翻译成rest不是休息吗 难道restless是不休息吗 他翻译成焦虑不安的 所以这些当地人听到就 我会惹 所以这个shifted就是这种晃动一下 我们应该讲过一个词 就是如果你坐在椅子上 坐立不安 还有一个词叫做scrm 就多复习一下 scrm scrm就是这样子 嗯 坐立不安 scrm scrm in your seat in your seat 所以他们shifted 一样 所以大家就不安的动了一下 So some of the locals shifted restlessly The man true to his word had another beer walked outside and his horse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post 所以这家伙他就是说话算话 所以true to his word 这边就是他说的一个他说话算话 OK 还有一个所谓的说话算话的一个片语的用法 大概就是如果今天我承诺了一件事 然后我说我可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所以I am a man of my word 这个其实是个错误的用法 只是大家已经用久了 就变成鸡飞城市了 什么意思呢 你先看到这里 I am a man 我是个男人 那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男人 所以我这个男人会对他的话信守承诺 所以其实比较正确的版本是 I am a man of his word 才是对的 因为a man的人称代名词所有格 是his不是my 对不对 可是我看你打赌 你会听到外国人说 I am a man of my word 但I am a man of his word 好像应该才是比较正确的版本 可是I am a man of my word 是我所听到的比较常见的版本 说真的 好 anyway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他是true to his word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版本就第三身弹术来说嘛 所以the man true to his word had another beer 然后走出去 他发现他的马 已经被归还到这一个 这根柱子这边了 这个post 因为你知道马是绑在柱子上 he saddled up and started to ride out of town 所以他就saddle up 什么是saddle saddle就是马鞍的鞍 所以这个saddle up 是个片语 那我这个是urban dictionary里面讲的 其实saddle up是把那个马鞍的鞍弄好 然后你就坐上去 所以他已经可以延伸成是get ready 所以我跟你说 ok saddle up I'm going to take you on a trip ok saddle up 准备好咯 所以他就saddled up 然后开始起出去了 这个八天的忍不住就好奇了 the bartender wander out of the bar and asked 他就走出这个bar问他说 Say partner 兄弟啊 您等一下 在你走之前 你在德州到底干了什么事啊 对不对 Say partner before you go what happened in Texas 这家伙就说了 the cowboy turned back and said I had to walk home 我得走路回家 因为有人把我的马头走 我只好走路回家了 如果你觉得不好笑的话 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我觉得 再更好笑一点点 好 所以我也只能期望你还没转台了 好 那我们换另外一个 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我更喜欢 因为反正 我就喜欢有一点颜色的消耗 我真的比较欣赏一点点 也不是说没有颜色不好笑 可是 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我就觉得 这个情色笑话更有趣一点 就是 好 而且你看他这里写这个 这个笑话 他这还有 nsfw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上班在看的时候的话 你要小心 因为他的文字的一些描述 什么这些的是 对工作场合来说不安全 所以就被老板看到 被同事看到 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 not safe for work ok not safe for work 我传了一张照片给你 一个连结 在你点开前 你注意到我写着这个照片 nsfw 你就不要点 如果你用公司的电脑 你点开 破一个裸女 你完蛋 老板真好经过 所以我们一般 就传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会警告一下下 工作室不要看了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故事 not safe for work 你就知道 他是有点 歪七六八的 ok 所以他的标题说 a woman is having an affair during the day while her husband is at work 这个during the day的意思 就是白天的时候 女人这白天的时候偷勤 而老公正在工作 while her husband is at work 没问题 her nine-year-old son comes home unexpectedly sees them and hides in the bedroom closet to watch 九岁的儿子回到家 而且是 unexpectedly 也就是无预警的 没有预料到 怎么九岁的儿子 回家找了呢 所以不只回到家 comes home sees them and hides 所以他的连接词 连接了三个对等的动词 回到家 看到他们打炮 然后躲在了衣柜里面 这个 卧房的衣柜里 衣柱里 衣柜 应该一样 我在纠结什么 anyway hides in the bedroom closet 那干嘛呢 来看 所以 九岁小孩偷看 the woman's husband also comes home wow she puts her lover in the closet not realizing that the little boy is in there already 所以 女人的老公回来了 那他就把他的爱人 啊 赶快塞进衣柱里吧 并没有了解到 小男孩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 分词构句 逗点 或ing not realizing that the little boy is in there already 小男孩说 他这里的排版 我不太喜欢 因为他用了一个很奇怪 这个歪歪曲曲的 这个 这个 蚯蚓标点符号 他如果用 冒号会好一点点 他没有 小男孩说 the little boy says it's dark in here 这里好黑哦 然后这男人就说了 他的lover就说 yes it is 是很黑啊 然后boy说了 你看 就是毛毛虫的 这个标点符号 I have a baseball 我有个棒球哦 男人说 that's nice 男孩又说了 wanna buy it 你要买吗 男人说 no thanks 我不要买 买棒球 我干什么 小男孩又说了 my dad's outside 我爸在外面哦 然后这男人就说 okay how much 好了好了 你在 你根本就在勒索我吗 你在blackmail我 小男孩说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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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他故事讲下去 你就知道他应该成交了 so in the next few weeks 接下来几周 it happens again that the boy and the lover are in the closet together 所以又发生了一次 男孩跟爱人 被塞进了衣处里 男孩又说了 it's dark in here 这里好黑哦 男人就说 yes it is 男孩说 I have a baseball glove 我有个棒球手套哦 the lover remembering the last time 所以爱人就记着上一次 然后他就问着这个男孩了 所以他的文法写得不错 他前面用的这是一个分子构具的结构 我觉得这里欠了一个斗点 不过无所谓了 so the lover remembering the last time 那动词是问 ask the boy 好啦 多少钱 how much 男孩说 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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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价 你知道吗 棒球手套 棒球手套一个顶多或许100块左右 男人说 fine 还是买了 我可以想象他翻白眼 roll his eyes a few days later 几天后 the father says to the boy 爸爸跟儿子说 grab your glove let's go outside and have a game of catch 什么意思 手套拿着 棒球手套拿着 我们到外面去 我们来 have a game of catch 其实这就是play catch 就是play catch 就是两个人在那里 你丢 就互相丢球 丢球接球 丢球接球 这个在棒球比赛前 热身啦 或者其实就好玩 有爸爸跟儿子 互相丢个球来接 这样 其实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能够两个人 能够bond的一个活动 好了 但无所谓 传接球你懂了 可是男孩没有手套 也没有棒球 对不对 记得吗 the boy says I can't I sold my baseball and my glove 我卖了我的棒球 跟我的手套了 the father asks 爸爸问了 how much did you sell them for so you sell them for how much money so how much do you sell them for 用了是过去是 how much did you sell them for 听懂 男孩说 a thousand 因为七百五加 两百五嘛 the father says that's terrible to overcharge your friends like that 你很糟 你怎么把东西 卖给朋友 卖这么贵 一千块 磕棒球 跟一个一千块钱 就是三万块台币左右 所以that's terrible of you 你很糟 怎么可以overcharge 你的朋友 就收超过钱 这样子 that is way more than those two things cost 所以这个东西 一千块比 远超过他们所花的 他们的成本 那你看三花动词 这里用的生活上 非常好用的一个动词 so the baseball and the glove cost 多少多少钱 所以cost是一个 花多少钱的一个动词 例如说 爸爸买一颗球 跟一个手套 了不起花个可能 120块 so the ball and the glove cost 120 cost so a thousand dollars is more than those two things cost 听懂就好了 我们不讲文法了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hurch and make you confess 我要带你去教会 然后让你去 好好的对着神父忏悔 要confess OK confess confession box 就是那个告诫箱 有没有 你好好的告诫 承认你的错 你的罪 你的乐 就是你 你的卖童金卖太贵 这样子 they go to the church and the father makes the little boy sit in the confession booth so confession booth confession box and he closes the door 所以爸爸带他去教会 塞他进去 然后把门关起来 the little boy says it's dark in here 男孩又说了 这里好黑哦 结果对面的神父就说了 don't start that crap again 你少给我再来这一套 不要再开始 这个crap就是那种shit 这样子 don't start that crap again OK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lover 就是牧师 神父啦 这样子 好 所以 希望我听懂这个 你听不懂 我这服了你 怎么可能听不懂 所以这个笑话不错 我们再多看一个小地方 就是下面有人回应 这个回应 我真的觉得真好 来 好 这回应说什么呢 他说的 my across the street neighbor bought a ps5 for his son's friend in exchange for keeping an affair he busted him he busted him in a secret 好 这句话有点长 所以他的对接的邻居 my across the street neighbor 目前没问题 我的对接邻居 买了一台ps5 playstation 5 for his son's friend 所以买给他的儿子的朋友 他买了一台playstation 5 给他 in exchange for 就是为了交换 for什么事情呢 keeping something in secret 所以你要这样子判断句子 所以为了交换 keeping这件事情为秘密 所以keep什么in a secret 就是把那个东西保留为秘密 所以这个保留的东西就是 an affair that he busted him affair就是你要婚外情 he又him谁是谁啊 这个he肯定是小男孩 he busted him 就他抓包他 听懂我意思 小男孩抓包这一位成年人 这个邻居 so he busted him so in order to keep that affair in a secret he bought him a playstation 5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再读一次这个句子给你听 他写得非常的金恶药 而且完全能够 就该有的资讯都有 所以这就是 他一定深思熟虑过这个东西 然后才把它写这么好 好再看一次 my across the street neighbor bought a ps5 for his son's friend in exchange in exchange for keeping an affair he busted him in a secret cool and bought one of their daughter's friends a pretty expensive bracelet to do the same 他又买了另外一个 and之后又bought 所以bought and bought bought one of their daughter's friends 所以他们的女儿的一个朋友 买了一个蛮贵的bracelet 就是手环 to do the same 就为了同一个目的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那写这个人为什么知道 他说的是我对面的邻居 所以不是他自己 说不定是他自己 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我相信不是他 因为他就是说 你看就从我知道这件事情 当做这个证据 表示他这一招没用 因为我知道了 就这个原po子 写作的人知道了 他怎么可能知道 就表示这孩子们还是讲了 所以不然我怎么会 就你我是对接邻居 我都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这个片语 叫做as evidenced by evidence是证据 所以就经由 我知道这件事 来当做证据 就显示出他这一招 收买人家这一招 是没有work的 所以这个as evidenced by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evidence他一般来说是 当成名词evidence 证据的意思 可是他当动词的时候 往往用成是被动的 我几乎没有看过 他主动的用法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写成 x is evidenced by y 就这样子 所以x是被y所佐证的 ok 好 上个例句试试看好了 就什么东西可以被什么佐证呢 我们说他这一场仗 他这一场这个格斗比赛 打得特别的辛苦 但虽然他是赢了 可是他打得特别辛苦 因为他身上有一大堆的 黑青或者伤 就能够证明他是一场苦战 苦战应战 所以the difficulty of the match is evidenced by all the bruises on his body 之类的 这个句大概过得去 ok 所以这一次这个match的困难度 被身上的各种不同的黑青所佐证 这样子 这就是个被动句子的用法 再换一个句子 就是这个as evidenced by 这个人的写法 有没有 as evidenced by 这个可以放在句子前面 可以放在句子的后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因为as是个 准关带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准关带了 但没有关系 我们日后有机会可以把它补满一点点 所以一件事情发生 主事动词发生了之后 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可以被 后面这件事情所佐证的 大概这样就是一个还ok的句子 so something happened as evidenced by 后面这件事情 ok 我们用刚刚的内容 换个方式来说说看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在这场仗中 经历了各种的这种 心灵跟身体上的折磨 因为身上 虽然说打赢了 但身上一堆伤 对不对 ok so he really struggled through the fight as evidenced by all the bruises on his body 之类的 大概就过得去了 so he struggled through the fight or in the fight as evidence 被后面这件事情 所佐证着 这样子 我知道这可能不好翻成中文 可是我 然后我讲出来这中文的翻译 也并不是多漂亮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 你听懂就好 然后或许你以后见到 你就不会对他有陌生了 因为这个片语还真的还蛮常用的 蛮常见到的在写作里面 甚至在托福克 我也有在教这个东西 我觉得同学你如果可以的话 在你的写作中用的试试看 好了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可以了 今天做这个蛮长的 两个笑话 希望你喜欢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Paul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